我现在在兰州火车站的站前广场已经是中午的11点半了 对面就是兰山公园站在山顶 可以观赏兰州的城市全貌 这边是客运站的方向 周围都是高楼大厦 宾馆 酒店 住宿很方便 也有美食餐厅 在我对面的这条街就是天水南路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啊 就是兰州大学旁边还有东方广场 这个时候肚子都快饿扁了 准备去吃饭 查了一下手机地图 就在我斜对面 也就是差不多要走150米 有一家拉面馆 那么这个视频啊 带大家看一下 在兰州火车站吃一碗兰州拉面 要花多少钱 从这儿过马路 正好是绿灯 从这儿过马路 我找的这家拉面馆啊 位置就在这儿 看 牛肉面三个字 看到了 直接进去 到了 拉面馆距离火车站 就150米 这是大门口 从这儿进去 哇 座位还挺多的 这边是小菜 看一下上面的菜单 这边有干拌面 还有拉条 这边有双人套餐 还有单人套餐的 单人套餐是牛肉面 加小菜和肉 你好 我点一个拉面的套餐 这是正宗的兰州 清真风味的拉面 我的套餐 就吃这个土豆丝吧 土豆丝 拿上 还有这个牛肉是吧 好 这两样 这是拉面的窗口 我的小片 要二细面 这边是辣椒葱花 一会儿我的面啊 就从这个窗口 拉出来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这就是我的拉面 出锅了 然后加一微辣 少许辣椒 这下我的饭菜上齐了 一碗牛肉拉面 还有一盘牛肉 以及一碟土豆丝 准备开吃 看这碗拉面的 这个辣椒啊 痛红痛红的 然后葱花也不少 嗯 不错 味道好吃 牛肉 这牛肉块非常大呀 大片的 记得上回在西藏拉萨的火车站 吃的一碗牛肉面 都是吧 这回啊 整个套餐 试试吧 价格非常的实惠啊 辣椒有点辣 这次再加点醋 哇 这个壶挺大的 这加了醋的拉面啊 就好吃多了 一开始我以为这个二系是第二系的意思 这个二系就是第二粗 点三系四系或者是毛系啊 那种特系才能吃到那个细的拉面 一开始我理解错了 嗯 快吃光了 青盘 全部倒进去 拌一拌 不能浪费 夹进去 菜面牛肉全部吃光 就差这碗红油汤了 按照惯例 这一大碗红油汤 依然是一口喝掉 ね 嗯 嗯 嗯 这一大满汤终于一口气 全部喝光了 哇吃的好饱啊 看 这次的醋和辣椒加的有点多 不过依然是全部吃了个精光 准备从这边走了 吃完饭出来了 原来在兰州火车站对面吃一碗拉面 而且是加了肉的套餐 仅需要花18块钱 大家觉得怎么样